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的来说呢 移动平均线在股价之下 而且又呈上升趋势的时候呢 是买进的时机 反之呢 平均线在股价之上 又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呢 则是卖出的时机 上一节我们介绍了葛南维的几种买入法则 那么本节内容呢 我们将详细的解读葛南维第四买入法则和另外四种的卖出法则 首先我们来看葛南维卖出法则之四王交叉 当长期均线走平 短期均线持续向下运行 完成四王交叉代表趋势可能反转 价格小幅修正之后 触及短期均线受阻回落 表现在行情上就是K线有涨转跌 从下至上穿越均线 转折点为卖点一 均线上升趋势逐渐转变为横向运行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大量筹码在这个价位换手 是大多数投资人的平均持仓成本区域 这个时候股价一旦下跌 导致所有在这一个价位的买入者全部被套牢 出于对亏损的恐惧 任何一次股价回升到这个价位区 都会因解套压力而迫使股价再次下跌 因此为卖出信号 二 改难为卖出法则之回测不过 当短期均线从跌势当中转头上行 随后回测长期均线不过 长期均线则是持续下探 代表趋势持续 修正乖离率完成后再度下行的位置 或者K线小幅修正 但是随后以更大的力度击穿短期均线的位置 为卖点二 价格回升到均线附近就重新下跌 说明每次出现解套的机会或者减少亏损的时机 投资人就争相出逃 造成价格的下跌 表明这个时候投资人心态不稳 有很强的卖出欲望 这种心态会导致股价继续大幅下跌 因此为卖出信号 三 改难为卖出法则之小幅突破 在一段下跌趋势当中 短期均线从下行转为上行 并且和长期均线交叉 但长期均线持续下行代表趋势延续 因此当市场修正乖离率完成之后再度下跌为卖点三 这种情况又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K线突破长期均线之后立即下跌 这个时候空方趋势较强 另一种是K线突破长期均线之后稍作调整 随后转跌 空方趋势相对较弱 四 葛南维均线法则之乖离率过大 葛南维第四买点和第四卖点稍微特殊 乖离率过大的买卖点实际上是逆势操作 出现这种极端机会的情况也相对较少 如果不是短线经验丰富的实战交易员 很难准确把握 从走势上来看价格在连续的加速下跌后 跌势突然放缓走出正N字形驻底形态 此时均线均线转头向上 并且距离长期均线的距离达到下跌波段的最大值 此时该位置被称为葛南为第四买点 与买点相反 卖点则是价格在连续大涨后 涨势放缓走出道N字形驻底形态 此时短期均线斜率走平与长期均线的距离达到上涨波段的最大值 此时该位置被称为葛南为第四卖点 参与者应该设置好止盈和止损位快进快出 价格的暴跌会造成投资人突然亏损极为严重 严重的亏损会使投资人无法下决心割肉卖出手中持骨 而产生强烈的观望情绪 致使很轻微的买气 很容易迅速将股价推高 迅速将短线趋势反转 因此为买入信号 另一方面价格向上大幅暴涨之后 投资人不论在短期买进还是中长期买进的都突然获利丰厚 一旦涨势犹豫极易引起大量获利回吐 造成价格迅速下跌 因此为卖出信号 需要提醒的是在实际操作时我们还要灵活运用综合K线形态 技术指标等参考依据综合制定操作策略 每天会一点您今天学会了吗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